大家好,我是摄影师陈芳 今天这期视频我想来分享一张水花飞溅效果产品照的拍摄花絮 这次拍摄的相机是佳能EDXR 镜头依旧是佳能百威 拍摄对象是一款洗面奶 结合其清洁的功能性和蓝色的外包装 我决定用蓝色背景结合水元素来展现产品的特点 首先,闪光灯加上蓝色色质创造蓝色背景 然后两侧斜后方各放一盏闪光灯勾勒产品轮廓 前方设置一盏闪光灯打亮产品正面 外加30度风潮进一步缩小光照范围避免影响背景光 接下来打开相机高速连拍 最酸爽的时刻就来了 当然啦,一定要记得提前给附近的灯做好防水措施哦 最后挑选出水花状态最好的照片就可以啦 好了,以上就是本期的分享 感谢大家的观看,下期再见咯